阿那修的是智慧 但是他要是佛才能开的智慧 就是念念之间要有明目 要那句明目 念念什么叫是佛 是佛就是你念念不能够离开你的绝招 念念就在决心上面做服事 所以决心上服事 那修下来修呢 修就是在感受上面修了 这感受是不是就是过去的种种业感 最强的势力 感受就是明明是决体 可是到了感受就马上被感受牵走的那种 我们那种中国字叫淫义就被他带走了 就淨淨在里面了 叫淫义就带走了 所以开一篇就告诉你 阿那就是这念心 你知道是佛了 可你看到就是感受吧 这看的感受叫做经历淫世 那你在那边是为什么叫脱拨 你在那边就是在训练 你念之间在觉察你的绝招 叫脱拨 可是那个感受势力很强 那个感受看错的时候 它就是让你流转时 叫做因公伏魔将会戒体 就是从这里开始 讲你在哪里开智慧 就是这么强烈的感受的最最末梢处 但你不能够沉沦 沉沦呢也拔不出来了 那你不能不到感受最边际 不到感受最边际 也不是决心最圆满处 就在这么强烈处来为你七处真心 开始内言经 这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将来要在修行时 你每一个担当就要在 每一个感受的最强烈处 你才能够将来真正启杀大智慧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